所以我想问问六哥 你提倡不提倡让年轻人忍 我们看过很多这种忍辱服装的故事 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卑微的活着 很多励志故事都是这么讲的 但是我其实不太赞成忍 但是呢 其实最怕的不是忍 而是年轻人不知道要什么 还有一个 咱们刚才说很多年轻人被成功读害 另外一个我也说不上读害 就是被影响吧 就是这种游戏 一个人玩游戏多了 他老有那种replay的心理 就是大不了我再来一半 但其实人生真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 玩游戏多的人 他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种行为方式会有这种 快速移动 快速变换 我真的就觉得就是 你看我 我死了还有一命 我们亲戚家有个小孩 就是整天玩游戏的那种 后来我就发现他 我开车他坐在我旁边 我就发现他一点 他对于他这个视线呢 对于所有动的东西都非常敏感 他甚至让我想起这个我看有动物那个纪录片说那个鹰 那个鹰啊 往下扑的时候啊 其实兔子要是聪明的话别动 因为鹰的眼睛对于静止的东西啊 他不敏感 只有你一跑啊 蛇也是高度近视 但是你一动 砰一下子 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这种啪啪啪 这种快速移动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觉得不只是六哥说的这个成功学 有一些 因为尤其生活在北上广啊 北上广深啊 这种地方 其实你离财富故事 是非常非常近的 就他不是在书里面看到的 他不是在报纸上面看到 活生生在你身边的 活生生在你身边 活生生在朋友圈看到 所以你说我们去耻笑微商 说今天就提了一个买沙拉蒂 明天就提了一个什么车 那你看到你确实是 这种别人的快速的这个 对跟财富的接近 这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原来这种东西其实不会刺激到你 你听说谁家的小孩怎么样 你总觉得这个东西是听说嘛 很遥远 你现在直接可以看到别人开好车的照片呢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就快速直接的一个刺激 觉得我不停的要换 虽然我要换到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觉得我要变 不变就死了 并且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分成两种 一种是就是蒋方舟这样的 清华北大这种名校的年轻人 还有大部分是那种 二本三本是四本的 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那种 就是那种悲剧感 或者那种宿命感 他更你说他就认命嘛 那搁我我也不愿意 但他不认命 的确那种上升的空间 机会又很少 我们读库有就是 有一个老师 他就是这种三本的一个老师 他写过很多他的学生 你看着真的 每个人都有那种挣扎 远远不是北大清华学生能 能体会到的 他的那个专题的名字就叫 《非走不可的弯路》 我想这《非走不可的弯路》 可能就包括这种屡屡的跳槽 或者这种一世在世 这种 对我记得这个六哥有个观点挺有意思的 就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没有有破产的公司 没有倒闭的个人 这话怎么解释 因为 就是这是比我们那个年代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 这年头无论如何 饿不死人了 对吧 无论如何也不会 这个社会还是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们那个年代是 你是想自由选择 选择都不可能 想走走不了 想走走不了 现在 所以我认为这是 现在这个 一个人 不管他可能被七零鸡汤 给弄得亢奋起来了 还是被成功学 弄得自己特委屈 觉得自己不应该属于这样的命运 还是一个人 他专心致志的 相信了一万小时定律 他就真的积累五年 积累十年 都可以 他怎么着都能活 我说其实就是到哪个山 唱哪个歌啊 为什么就是今天的 就是我觉得 他有些孩子 像你们说的这个成功学啊 他是觉得我看见那个谁了 哪个富二代了 我就觉得 我怎么不能像 凭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 你说这样 我觉得人你快乐不了的 一辈子怎么不 你说让一个年轻人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就安平乐道 我觉得不是安平乐道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时代的差距 就是说我觉得 在你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你知道这个按部就弯的生活 它是能够给你提到 提供一种 你想象当中的中产的生活也好 有房有车也好 有单位也好 你只要熬年头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也 我现在也忽然意识到 我原来以为这个 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是一种平庸的生活 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 但我现在忽然发现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一眼望得到头的一种生活 是一种特别有安全感的生活 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 他们一眼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明天在哪 人家说华为35岁什么四 就劝退了 你这忽然就戛然而止了 就我忽然发现 其实我们原来以为平庸的生活 它本来应该是一条康庄大道 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可以走 只要你按部就班的 去完成社会规定的 你就可以走上平庸的生活大道 我现在发现这是很奢侈的 你必须要么就非常非常努力 要么就非常非常聪明 你才能勉强过上一种平庸的生活 明白了 就是现在的意思是 维持现状都没安全感 那当然了 是吗 连现状都有可能会失去 有一个说法 说大概是三年前吧 说当时这个世界上 需求度最高的前十名的工作 在十年前都没有出现过 也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什么 我看他那句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为未来 还不知道要干什么的 这个工作培养学生 他们将未来将适用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的技术 去解决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 你没有那种熬年头的那种说法了 你熬着熬着 你什么都干不了了 你就是回收站了 你在一个职业深耕了很多年 你忽然发现这个职业被淘汰了 你说就让你把这个手机 你把它研制的做得特别的坚固 特别耐用 你把BB机研制的特别的好 然后你发现就转眼间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用这种说 你只要熬 你就可以获得想象当中安全感 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 他的生活不是一个累积累方块 是俄罗斯方块 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 你把我给讲明白了 就是我现在意识到呢 就是过去啊 真的是就是在国有单位的时候 真是觉得 我根本没想着下一步啊 就是没有想为 都给你安排好了 就是你比如说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今天住7平米的单身宿舍 甚至你将来想 我就是成了家 那电台该过分房子 不分房子呢 就暂时也有很多夫妻 就住在这个7平米单身宿舍里 但是这是稳定的呀 或者说随着我这个累年头 对吧 我可以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 一辈子吃干烧牛河 我是 也不会有人吵着我 有一次在打车 听这个电台里一个嘉宾 他就回忆他当年为什么下海 他因为他是北京人嘛 说话特幽默 他说我在那个单位 我就觉得我到八宝山 每一个路口我都知道在哪 所以他就觉得受不了了 他就要辞职 但是这种生活又是现在多少人所向往的 可是我回头讲 你的那个经历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你仿佛想告诉年轻人说 你在每一个阶段就看自己 我能力就只能拔到这些 我就这么的算 享受自己能力达到的享受 水池有多大就钓多少鱼 可是问题是 你的故事是一个一路往上的故事 那然后你叫那些小孩 他下一个问题马上就问的是 那我怎么样能够向你一路向上 为什么你能我不能呢 不是我的意思恰恰不是一路向上 而是我在当时吃甘草牛河的那个时候 我知道你没想下一步 我以为一辈子都是这样 你以为是总的非常平 我以为一辈子就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今天的年轻人 他要看的不是你在吃甘草牛河的那个你 他要看的是今天变成坐在这的这个你 你是怎么从甘草牛河走过来 他关心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欲望 这是不能够袭灭的 但是你刚刚说到这种工作不稳定 其实这早就是全球化之后 带来的最巨大的影响机 要不然我们现在看美国 为什么特朗普支持者那么多人 甚至包括很多年轻人 然后欧洲的各个国家那种右翼回来 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要出现 其实都是因为社会上太不安全 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那种民族主义潮流 越来越强烈 比如说印度就很强烈 很多国家很强烈 为什么会强烈 是因为当社会没有任何东西 让你觉得安定的时候 你还剩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安定 那是身份 我的民族身份 前年三百路公交车的售票员 他就是示意了 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心愿 因为现在不是人都刷卡 公交车上已经不需要配备售票员了 所以他们就失业 他们要保留工作 就说现在欧洲也是 要给人类留一些工作 而且将来你会越来越惨 比如说人工智能发展之后 机械化之后 现在会更多人失业 那么你比如说像前两年 我记得很多人还在念金算 是很热门的 念金算多困难 你要读多少年 要不断考执照 结果现在可能明年开始 金算是这个行业 就要逐步消退了 去年有一个新闻照片 就是某一个证券交易所 当年盖的时候 是一个上千平民的大穹顶 里头就是上千人 上千台电脑 在那儿 那现在大穹顶就一台电脑 静静地戳在中间 都不需要了 然后你再看像现在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付费 或者就成功学那么受欢迎 你仔细看 他们并不是在教你一种 怎么制作PPT 那么简单的一种技巧 他们很强调告诉你 就是因为未来太不安全 你永远不知道 你还需要什么技能 去准备明天 不仅未来不安全 你们说的让我意识到 现在也悬 对啊 现在悬的时候 你失业了 你还有房子 对吧 你没有太多的越共催你 年轻人失业了怎么办 对就像你看 我就现在要是回到我当年 那那个问题 搁到今天的问题 就可能也许这种平台 这个媒介 生存就生存不下去了 马上可能被一些 其他媒体代替了 你的工作 你连这个甘草牛河 你都吃不着了 它是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我女儿摆天的时候 我就请了一个摄影师 那摄影师呢 是一个 我当年还特别喜欢的 一个周刊的 那个主摄影 一个摄影 那兄弟后来就 周刊 杂志停刊了 他就来北京 做一个商业公司的 一个摄影师 就像我跟那搞 区块链的人 问他为什么 一定要拼命上这趟车 因为他说错过了这个炒房 错过了这个互联网创业 他就感觉再不上 区块链这趟车的话 他就马上就被甩在后面了 就彻底的被淘汰了 就是而且现在啊 这种就是对未来的这种感觉啊 我你像我听一个互联网大佬 在那儿这个信誓旦旦的 跟大家讲啊 就说很兴奋啊 最近不都在聊那个 区块链什么的吗 现在区块链的技术 什么人工智能就在我们眼前 说我告诉你们啊 从明天开始 我们连睡觉都是浪费时间 我讲这哥们他肯定不失眠 你明白吗 他可不知道 睡觉 睡觉是多么奢侈的 对 你要失眠的话 你就知道睡不着觉 更浪费时间 你知道吗 但是他这个意思啊 就好像怕落下 比你成功的人比你还努力 对 然后呢 其实你说咱要就是 六哥你比如说 说到最原初的这个状态 一个人他工作 先别说什么爱好 那他能养活自己 就我觉得在一般一个稳定的单位 一个大的单位里 你好好干 这个忍气吞声的 跟周围人搞好关系 别得罪领导 别得罪同事 把人家交给你的活 认认真真的完成 我觉得这不稳定吗 这不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吗 不容易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单位里 他那个也是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就导致那种叫 零和博弈 还是叫什么 对吧 比如说 只有一个生的机会 你怎么办 对啊 人生不去的 你就会很惨 你有的人还有点业余 好我养个花 钓个鱼 我平衡一下我的心态 但是 周围的人不干 老婆不干 对吧 或者你的这个老人 家里的老人不干 孩子也不干 孩子还被人比拼呢 所以它导致这个人的这个 而且就是 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有一个就是 咱们这个 这个市场竞争啊 也越来越激烈啊 我感觉他有一个就是说 维持现状之不可能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有 比如说有时候 你看 我跟人家 跟那企业界的打交道 我现在就发现 他们的员工 有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很大的压力 就使得 就过去咱们电视台的 就老在说 我们是被收视率 追得像狗一样 对吧 就是 它的问题在于层层加码 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比方说 你盈利了 盈利了 这个挺好吧 可是呢 他这个部门经理 就跟我讲 说我们的奖励机制 是这样啊 我下半年 头两个月 必须提升10% 我一提升了10%啊 我的职位也会提升 甚至现在的分配机制 很灵活的 甚至给我 我可以拿公司的股份 但是我要没有 这个10%啊 我可能连这儿 我都待不住 我就被漏下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事就麻烦了 没有快乐的一天啊 你工作有进步了 但是不会停止的 但是下个月还得更高 考公务员就没事了吗 不行也有事啊 考公务员行吗 公务员算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吗 但我觉得也有 而且也有风险 所以你知道 比如说我就 为什么我就比较喜欢 六哥这种老板 对吧 他让我这个员工呢 觉得还能喘息一会儿 就你比如说 他这个毒库也是碰到过风头啊 干嘛呀 就就就就那个就是 但是他没上这个马车 是吧 你也就一直这么这么做 你觉得今天做一个事 难道不能说有稳定的盈利 我这个这个收支能够平衡 我就一直这么做下去 怎么不行了呢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想更多 这个月要超过上个月 下个月要超过这个月 我觉得这样没有永无宁日的吗 这是 因为我自己的理念呢 就是叫所得即所失 对吧 你得到什么 你会失去什么 那么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当时已经得到够多了 我就不要再去追求了 因为你再去追求的话 你就像是被人家 就是你貌似在追 其实他是在追你 那我自己的欲望降低一些 你就发现你挺活的挺好 也就不用再向人汇报了 如果你很早就想做大做强 各种攀比 你就会就是 就进入到一种 更就是上那个车之后 也很难受 没错 所以我上次见到过一个投资人 我觉得他倒是挺有意思 他跟我说 他说你准备这个什么融资 或者什么的 他说那个 但是杜老师 我要事先提醒你一句 他举了业界的另一个大咖的例子 他说你准不准备改变你现在的生活 我说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他就是一旦融资之后 要做大之后 他说过去不上班的 现在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 可能你十点才离得开 干什么 就是一天到晚的见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你要回馈各方面的利益 然后你要跟他们打交道 你要跟他们社交 然后呢 要向谁谁谁汇报 同时你 被业绩追着跑 对被业绩追着 同时你还得做节目 他说你得下这个决心 你要为了挣大钱 你要不要过这个生活 这个你融资之后 我就叫欠钱钱 什么意思 你欠钱钱 这个说的第二言 是吧 欠钱的钱 是吧 是 你这非常挺难受的 很难受的 说不定你这样 你就喜欢上了呢 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我自己公司面对的情况 倒不是跳槽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倒还好 反而是什么呢 明显感觉到北京的问题 其实是 就我们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 很出色 很优秀的年轻人 来了北京两三年 可能在这念完书 顺便在这找工作 或者别的地方来找机会 他可能有男女朋友了 要结婚 要甚至生小孩了 这个时候 他们会选择离开北京 我发现这个情况越来越多 就这个地方开始 在北京挣钱 去其他地方生活 他不是 他根本就要离开 我们公司的最大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在北京待不下了 因为北京的生活 成本压力太高 那么他去别的地方 我发现现在做这种选择的 年轻人多了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 这个他有一次 好像在拿演讲的时候 他就问人家 说你认为你所在的城市 算极限 对对对 是 这挺有意思 我为什么会那么一问呢 因为我发现 我突然有一天 无意中发现 读库里的作者 大部分都不是北上广深的人 理论上北上广深的人 最有才华 爱文化 爱文化 但是为什么不是 因为北上广深的人 已经不可能再写 那么长的文字了 是的 不可能再做那种 不计较投入产出笔的事了 是 并且北上广深的人 挣钱多容易啊 整天你参加策划会 参加个什么发布会 拿个红包 谁还去干这种苦哈哈的事 所以大部分人就是养 养自己 还是要在小城市养 就二三线 三四线城市 把自己的血食 把自己的肚子里的东西养足了 或者是逃生到北京 被北京榨干血汗 或者是还在当地过一种 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还有一个概念 就叫你老爱说是第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 你是一线的人 还是二线的人 还是三线的人 这怎么解释 我觉得 我们抛开这种种族歧视这种事 都是中国人 对 不是 这真的 人从这个谈吐格局 这个 他自己的这种格调 各方面来说 肯定是有高低之分的 那么 有的人生活在一线城市 但是他是一个三线的人 有的人生活在三线城市 他有可能是一线的人 对 是吧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北京的 一线和三线区别是什么 格局 眼光 视野 兴趣 我都说不清楚 当然也许你眼中的一线的人 他看他就是三线 这个所谓一线三线是很主观的一个 姑且这么说 姑且这么说 我简单这么说吧 我就说咱们说的靠谱不靠谱 就比如说我要招这个员工 其实我说的这个靠谱不靠谱啊 往往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我不懂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但是就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工作来说呀 我发现呢 都跟这个人靠谱不靠谱有关系 就说实在的 比如说你会不会写新闻 这都是次要的 可以很快学会 但是你会发现 你比如我就有时候经常 我就跟我的同事这么讲 我说我就发现呢 你们之间有的人不同的 就是我有的人是什么呢 就个办事之周密啊 就是说我说了不等于你听到了 我做了不等于我做到 我经常跟人讲这句话 因为很多人我就发现呢 最后出了楼子了 说我跟他说了 但是另外一个同事 你就会发现他性格上 你这叫性格还是叫素质不一样 他会说方舟听懂了吗 明天三点到这儿 对吧 可能上楼比较费时间 还需要花十分钟 你才能到这儿 这种人 我就觉得他到哪儿 人都喜欢用 就是他这个 包括就是说 你说你做个事 很多人事后追究责任的时候 都是说我做了 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果 我就说你做了 并不等于你做到了 这个你比如解释他 咱不是说第一流人 第二流人 有时候很基本的 你在员工中发现这种人的区别 有人扫厕所 都能扫得比别人好 对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那个能力 他就是那个素质 我原来看那个莱维 就是一个 一个意大利还是人 就是一个意大利的作家 然后他后来被关在集中营 他就是说发现 这个犹太人 他们砌墙 就是砌自己的监狱的墙 都砌得特别特别的好 很专业 虽然是关他们自己的 而且最后要处死他们的地方 对 但他们做这件事 就特别的周密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 我们这就有一个员工 就是跟我们这摄像 我就跟你讲 比如说我们在这这录像 因为我比你们都怕热 我特别怕出汗 所以我说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温度 你看在我微信里有 他拿了个温度计 放在这个地方 拍给我 说22度 但是又给我写 可是我们在这泡茶 烧开了的水 他说我喝茶的时候 感觉到体温又会上升一些 这样的员工 你要不要 要 就是很简单 就看这个事情 看这个人是怎么做这个事 所以我为什么 对他讲的很感兴趣 就是当然一方面 有很多社会原因 这个是要看到 但是另一方面 为什么说有破产的公司 但是没有倒闭的个人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不至于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认为你不至于没饭吃 你就是送盒饭 你都不一定会送好 你也会发现不一样 比如说我买房那房地产中介 我其实找他买房 很重要原因就是他 他首先长得特别就是忠诚 然后长得特别像六个 年轻人 就特别忠诚 还有一个他就是观察力 特别的细 他就是说 你哪天出小区 哪天不在 然后你的车是什么样 说你车要不要给你找个停车位 就他观察的特别特别细 每年春节到现在 送米 送春莲 送花什么的 你后来发现在同一级别的 以及同样住房地产行业人里面 他就是晋升最快的 我不知道这个收看咱们节目的 有没有人还记得 当年建国门椅的 十年前吧 有一个卖凉皮的小凉口 那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 你就愿意大老远的去买他凉皮 就是穿得特干净 特体面 整个卖凉皮的小棚子都做的 讲究 你就是觉得特值得你尊敬 你像我那天看见一个王永庆 当年台湾首富 后来做什么产业 我忘了 卖米的 卖米的 他们兄弟卖米的出身 那条街 台北 还是台湾的哪个城市 就那条街全是卖米的 他有什么本事 很简单 他就发现那个时候 台湾的很多米店里 卖出来的米 掺了很多沙子 所以台湾人 做饭以前 费很大功夫 先得把沙食 掏米 有这个工序 他就是 发现了这个之后 他就帮你挑的最干净 人家都说了 王永庆这家卖出来 这米 直接就能够洗洗 就做饭了 不用经过这套工序 然后 他下面又琢磨一个什么 就说 我可以送你们家 就是最早的 当时 但是你说他鸡贼 也不像鸡贼 他送他们家的时候 他会看他们家的存米 而且就比如说 戏到一个什么 他就说 他先把他们家 过去的这个米 这个倒出来 把这个新的米 倒在底下 把过去的米 放在上面 免得沉米更沉 免得沉米更沉 这样慢慢做下来 人家就买他 他米店就火了 最后他能做更大的事业 那我说 就是说 所以就是 真是两方面 客观环境 有的 但是你也发现 总有一些个人 你就觉得 他不见得 要有什么 达芬奇那样的天才 我说的不是多大的 您说您做不到 我这天才 我没有 不是啊 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 你看我合作过很多人 有些 比如你包括出版人 也行 那个编辑 那个叫细致啊 人家那个细心啊 给你改一个字 人家都跟你做着 商量商量 我怕你有别的意思 所以 老六就是这么改搞 但是那 那有的人呢 就哗哗哗 给你删掉了 问都不问你 你就是 就有不同啊 所以呢 为什么就是 有时候我会注意 比如说 我老是住酒店吧 我就发现真的是 你从酒店 大家会觉得 酒店来打扫房间的 这种清洁工 对 会不会 大家都觉得是 好像是一个 非常基层的一个 服务业的工作 是不是 其实就在这种工作里面 你都分得出 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因为 我常年住几家酒店 我就见证了 这个不一样 就当初 我觉得这人打扫 比如说我就认住了 就每天 到我房间来 打扫完 我回去看之后 就是他的那个 他比如说 他会注意到我的习惯 比如说 我那个被子啊 很多酒店的床 不是会把它折进去吗 他看到 我总是把它拉出来 后来呢 他就不帮我拉进去 但是频频的在下面 放好 铺好 有一次我看这是谁呢 很多年前在一个酒店 注意到 结果再过几年回去住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整个 特房部的主管 对 就这种人就会 我大概是将近三十年前 我当时采访 香港的一个夏令营 香港的一个中学生的夏令营 来大陆 和大陆的我们某个城市 也是一个学校的夏令营 就是联谊 就每个人谈理想 我们大陆的小朋友的理想 都非常的志存高远 香港的 有一个小孩说叫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 然后这个 说真的 在你想这八十年代 而且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优秀的普通人 这个词组 在我们的这个 是矛盾的 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 对吧 我们是 那会儿 他的想法 普通人又怎么是优秀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优秀的人 就是刚刚 我觉得就是刚刚 文道老师说的 就是现在社会 你不知道你 做什么事 在什么地方 被谁看到 就是说我们好像看似 我们的因为你有社交网络 有怎么样 我们都是说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去展现给别人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你生活当中 无意当中那些细节 或者是诱发你转变的一些点 恰恰是你在 不被注意到的人 你莫名其妙的被谁看到了 你像我这个职业生涯 就是因为 封总当时看了 就是那个杂志社的 封丁城 看了一期我的节目 然后就觉得 我们去采访一下他吧 采访一下他之后 就觉得那你到我们这来工作吧 工作啊 就是说你当副主编吧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所以就是你不被看到的 以及你不被注意到的 你甚至是没有目的性的工作 你的这些细节 可能恰恰是促成 你人生转变的最大的转变 其实我还想提醒 现在年轻人的一点 就是 其实我们 从中学到大学 所受的教育并不好 对 甚至很多教育 和他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职业要求 和他的职业训练 甚至是相背的 嗯 所以一个年轻人 要拿出足够大的勇气 来洗白自己 嗯 就要把大学和中学 养成了一些观念 养成了一些习惯 还要给干掉 比如说呢 呃 我觉得 就是一个人如何 如何工作 对吧 可能大学都没有教过 没错 我觉得 如何和同事相处 对 如何表达你的 如何表达你的意思 如何这个 听懂别人的意思 就这是最基本的 大学都没教过 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 比如说我香港 北京两边跑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在北京这 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 嗯 大家都很亲的 都是大学毕业 嗯 我们这里出来 大学刚毕业的孩子 往往 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马上进入职场 对 你会觉得 他还要花一段时间 嗯 因为他们从来没学懂过 到底什么叫工作 对 用什么态度应对工作 这个点让我很惊讶 对